还看女主播吗 其实我是特别关注这件事的 我就在想一个男生有了女朋友之后 他在那么关注一个女主播的行为 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觉得我们听到的所有事里面 这件事情是最严重的 这就说明在他内心的世界里面 他有一个沟通对象是那个人 是你更愿意跟那个人去沟通 而不愿意跟身边的这个人沟通 那你说这个事情严不严重吗 在我的价值观里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严重的 如果你真想要的就是一个大气的 拿得出手的 在你的事业上能帮你的 或者在你的家里能帮你的 显然这位太小家必育了 当然如果说我就要这么一个女孩 我觉得没问题啊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认为问题严重在于说 双方没有找到一条沟通的渠道 你们哪次争吵是有结果的 全是无果的 喝喝一乐过去了 下次还是这样的事 依然去吵 你还有多少耐心去吵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千万不要试图改变一个人 也千万不要试图为一个人去改变 因为都做不到 真实的我 真实的呈现给对方 能不能接受看你的 供你们参考啊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成 刚才听嘉宾点评 我就感觉 的确是因为我脾气太大了 也不懂得谦让你 所以说我们才会 愈而再而三地出现这么多争吵 我觉得我爱你 我就应该去包容你这种性格 或者你这种脾气 我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以后我会慢慢改成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才会 愈而再而三地出现这么多的争吵 我觉得我爱你 我就应该去包容你这种性格 还有以后直播我也不看了 其实吧 说到这个性格方面 其实我是可以慢慢来的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性的人 但是我就觉得你在生活中 多对我包容一点 不要那么大声地对我说话 不要对我太凶了 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在一起 希望能在一起 因为我习惯有你的日子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 来 请关门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队的选择究竟是什么 请开门 来 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 一位师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 和二十四小时保湿 实时 大inals 大闪